哈囉哈囉 嗯 那 這一 這一個 影片稍微 前面說一下就是 為什麼我要來錄這一部影片 是因為 一來是我前陣子 我要再特別說一下 就是因為我前陣子 差不多有兩個禮拜 唄 兩個禮拜都沒有錄 錄製任何的影片 那那兩個禮拜 是因為我的硬碟阿 對 我的另外一個硬碟壞掉了 所以導致我沒辦法 沒辦法錄製影片 因為沒有那個 硬碟的話 我的空間 主空間的 SSD是不夠的 對 然後 為什麼要特別來錄這個 是因為 因為 曾經有人 在我的 導致影片 下 問我 導致的手法 跟 就是 一些 問 手法的問題 對 那我這邊打算 呃 我打算 藉由 解任務 來 稍微 講一下 我是怎麼 打 那個 手法的 對 基本手法 對 那所謂的 我的打法 其實就是 比較單純一點 而我只講 好這邊 稍微先講一下 就是我只講刺殺賊的部分 那我的天賦 這個樣子 好 欸 有看我影片的應該都會知道 我的天賦就是這個樣子 然後特質的部分 會比較有影響的 大概就是 這一個 這一個鎖猴特質 的部分 那 打法的 手法的話 稍微 比較講究的 一個東西就是 鎖猴 對 隱身 隱身 隱身的鎖猴 隱身的鎖猴 對 那 會比較講究的 地方就是 一個賊 我們一個賊的 一個隱身 因為我們點了 這一個 七敵的 天賦 會導致我們 脫離隱形後 還有三秒的 時間是可以放隱形技能 對 所以 正常來講 我們可以打 四個鎖猴 一 二 三 四 喔 四個鎖猴就是極限了 對 那 單體的部分 其實也沒什麼 太多的 重點 就是 我先把這邊 小怪獄 割裂就是 能打就打 對 能打就 然後 終結技的部分 我在AOE的時候 的終結技 我會擊到五星 才會打割裂 或者是 毒化 對 就是看小怪的HP為主 跟小怪是不是精英怪 就是以小怪的血量為主 來打 那個 到底是終結技要 割裂還是 毒化 對 這個就是要看單下的 情況 去決定 割裂到底是 要打 還是 要打 毒化 那 呃 我真的只能說 就是 看我影片的 呃 呃 基本的話 就是四個鎖猴 對 四個鎖猴之後 你打的終結技 都 大部分在AOE上面 都會打鎖猴 割裂 因為你割裂跟鎖猴 都會 都會因為流血而增加能量 對 這是刺殺賊的重點 他 他要有 流血的技能 再加 毒藥 這個 劇毒創傷 他就能 恢復七點的 能量 這是 刺殺賊的 回 能量的手段 那 這AOE的部分就是 小怪如果血真的低於30%那種情況下 或 或是 冰死 或是他不是精英怪 那你就可以 不用打割裂在上面 有時候可以打 有時候可以不打 對 有時候可以用毒化 對 就是要看 斟酌看情況 那 單體的部分 對 單體的部分 的話 就是 開場一定是先一個鎖猴 就是要打一個鎖猴 呃 欸 這邊剛好有一個 我剛打了四個鎖猴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看到 那這邊 這邊這隻怪也 沒辦法 對 對 撐不住 對 他撐不住 那 最後 最後要講的是 單體 那AOE的部分 其實大致上就是 就是我剛才講的部分 那單體的部分 我去上面這邊 打這隻精英怪 給大家看一下 一百萬 一百萬 一百萬不到來 我覺得他撐不住 對啦 一百萬有點不夠 好 沒關係我們這邊等一下 我這邊暫停 呃 不用不用不用 應該不用暫停 我先大概用嘴 就是 用口述的一次 齁 就是開場鎖猴 然後一個截肢 因為開場鎖猴 我鎖猴有 特質 的關係 所以他會 變成是 三點 的 集中 就是 那個 連擊點 那 三點後 再加一個 截肢 就會五星 就等於是五星 五 五星之後 打一個割裂 那這時候 我就會開始開大招 開大招打 對 我的習慣是這樣 然後 因為我等一下要打圖 跟他們講 好等一下 然後 然後 重點就是 等一下喔 我打 我打一隻金 這邊 呃 來打一次 鎖猴 截肢 割裂 一個鎖猴 上狀態 開大招 一個 劇毒匕首 然後之後 只要是四星 就打 那個 毒化 沒關係 四星 三星 打 三星 那就再打一個 這時候 割裂快結束了 那就補割裂 這時候回憶點能量消失 打手 然後劇毒匕首 四星一樣 四星 然後在當打的時候 在當打的時候 四星 我 我就 我就不會 一定要 五星才 才打 終結劑 我四星就會打 對 在 終結劑的部分 就是當他 單體傷害的時候 我 我的 終結劑會在四星 或者是 五 就是四星或五星的時候 我就會放 終結劑 不管怎麼樣 這樣 的單體 我一定會在 最少四星的狀況下 一定要打掉 不然 四星再打一個結支 除非你四星 一個結支四星的時候 可以結 劇毒匕首好了 那你就放一個劇毒匕首 剛好五星打一個 那是沒有問題的 對 然後 唯一的注意點就是 你在打劇毒匕首之前 你要把 你要 然後 讓割裂的時間 維持 盡量再維持 在十二秒以上 這樣子 你才有辦法 完整的把 一個劇毒匕首的 兩 至少兩個 毒化的傷害 打上去 否則你在 打劇毒匕首 期間 去補割裂的話 會浪費劇毒匕首的 輸出 對 的增傷 大致上就是這個樣子 那 希望有 幫助到各位 對 那如果還有什麼其他 重點的話 就 應該說 有其他 想要問的話 可以再跟我 提出 或是有更好的打法 也可以跟我講 對 那 這 集就到這吧 謝謝觀看